紐約 可能一個大的主流群 都是看派位成績 這是我這幾年來都會不斷想特破的地方 我做了一個校本研究 肯定具體對我們日後的所有課程 都構成了一個很重大的影響 將每一級最厲害的五個學生 我們叫Top 5的秘密 家長當然很緊張 我們開家長會 Top 5的秘密你想不想來聽? 當然來聽 聽什麼呢? 其實我們就是想拿個結論 家長就以為 當然要粗曲得很厲害 多一點溫習 做多一點補充 結果剛剛相反 這30人裡面 絕大部分其實是用很短時間做功課 大部分時間就是看書 原來很多是很低年級 一年級、二年級 都已經看中文小說、英文小說 贏在起飽善是贏在這類地方 閱讀是解決我們現在 教育的種種限制和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我很喜歡用一個舉例 香港教育改革 十幾年前說 教學生學會釣魚 就不要給魚吃 這個就是以能力導向 教他能力 將來學到這個能力 他就可以應付這個世界 這個不是錯 但是說漏了一些東西 是先教他喜歡釣魚 因為他不喜歡釣魚 你別這麼教他 很多釣魚的方法 其實他也很討厭 這個就是我覺得 是一個情義教育為核心的理念 我們其實在講科技教育 香港還在講技術性的東西 但是我說在基礎教育 這個技術的東西 一定要有一個情境默套 要不然學生其實都不會喜歡 他搞幾乎就是什麼 都是解決生活的問題 所以跟那個生活結合 都是我們這個課程的一個重要元素 他是會發掘到 因為那個是一個自由的空間 他不是老師給的功課 不是老師給的補充 不是操練 他是自己喜歡看的書 是不斷擴闊他的色字量 學習情境 理解這個世界的不同的角度 其實你給這個應用情境給學生 帶他做一些探究 他其實就是能夠應用自己的創意 我其實永遠都覺得 最有創意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沒有應該是這樣 小朋友是無限可能的